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但妮真的会洗吗 水温接近肌肤温度 能够有效促进血液循环 毛巾选用柔软的纯棉质地 可以有效地吸收水分 洁面产品琳琅满目 洁面家族友田新成员 冷手工皂 下面就一起来认识它吧 这种冷手工皂呢 是在低温皂化而形成的 可以在这个中间的制作过程 保留了非常多的植物天然甘油 另外呢 也可以维持很多没有皂化的植物油脂成分 在洗脸的过程当中呢 可以滋润我们的皮肤 冷手工皂的制作 对于温度跟时间都非常的讲究 市面上呢 有很多榆木混珠的产品 今天我们就要教大家来辨别 怎么样是真的冷手工皂 造机是制造的基本原料 不含有任何的营养成分 普通的手工皂以造机为主要原料的同时 添加色素与香精 形成五彩的香皂 而冷手工皂含有天然甘油和植物油的成分 在结肤的同时能够有效地滋养肌肤 在我们面前的是普通手工皂和天然冷制手工皂 分别将它们放入微波炉里加热 普通手工皂会立刻融成像水一样的液体 而冷手工皂会形成绵软的固体 这就是油脂成分啦 那么究竟天然冷制手工皂的解面效果如何 让我们接着看吧 天然的冷手工皂呢 会出现这样子拉丝的效果 可以吸附我们毛孔当中的脏东西 而且没有被完全皂化的植物油脂呢 也可以溶解掉我们脸上的清淡的彩妆跟防晒霜 在我们洗脸的过程当中呢 要利用我们的指腹 轻轻的在我们脸上画小圈圈 尤其是鼻翼还有下巴 容易出现油脂堆积的地方呢 我们要加强一下 那我今天给模特使用的 巴登模瓶玫瑰冷制手工皂呢 里面含有保加利亚的玫瑰精油 在截面的过程当中 可以保湿 还可以起到一个美白的效果 让我们洗完脸之后呢 就会恢复皮肤的光彩了 最后呢要提醒大家一下 我们在脸上按摩的时间不适合太长 三分钟之后 我们就可以用清水把脸上冲干净了 习惯在截面的时候 有非常丰富泡沫的朋友呢 也可以利用这个起泡网 把冷手工皂放到里面 揉搓起泡之后呢 来清洁面布 在截面之后的毛巾选择也非常的关键 提醒大家要选择纯棉的毛巾 利用按压的手法 把脸上的水珠轻轻的按走 那当然毛巾摆放的位置也很重要 我们尽量要放在通风的地方 避免毛巾上面支撑一些满虫 让我们的面部感染 在我们截面之后呢 提醒大家要赶快给我们的肌肤补水 尤其在季节干燥的秋天 我会选择这个玫瑰唇露 它是用天然的玫瑰花瓣蒸馏而成的 它比普通的化妆水分值更小 皮肤更容易吸收 那除了擦拭之外呢 推荐给大家一个简单的方法 我们还可以利用压缩的纸面膜 浸泡到我们的玫瑰唇露 我们用玫瑰唇露浸泡后的这个面膜呢 可以轻轻地敷在脸上 做一个补水的面膜 好的 最后还要提醒大家一下 如果你的皮肤是特别干燥的人的话呢 你可以挑选一个不添加香精 不添加色素的滋养面霜 在里面滴进去几滴玫瑰精油 在脸上按摩一下 之后你就会发现你的皮肤 变得非常水嫩非常白皙了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 是跟大家分享了 截面的一些护理小方式 如果你想要永保年轻的话 赶快行动起来吧 别忘了赶快登入媲美网 注册成为会员 就可以参加我们每周一次的大抽奖 那我们本周的礼物呢 是由巴登摩评所提供的 玫瑰冷制手工罩 赶快行动起来吧 如果你还有其他的护肤 彩妆、发型 甚至服饰搭配的问题的话呢 也别忘了赶快登入媲美网 上面有很多时尚的内容 等你来看哦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结束啦